近日,杭州公交集团携手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 为杭州万辆公交车全面开通云闪付APP扫码支付功能 在此基础上,双方还率先推出了 银联杭州公交电子客票业务 该电子客票初步推出一日票、二日票、通勤票三种票种 乘客可根据不同的出行需求 自行选择购买适合自己的票种 给广大乘客出行带来便利,降低成本 对于我们广大市民群众来说 乘车有了更好的一种体验 比如说我们推出的一日票、二日票 对于有一些来咱们杭州旅游城市来旅游的乘客 他们就可以购买这个去满足他们的短途出行需求 通勤票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就是更好的选择 他们可以买了这个票以后更优惠的一个价格 然后他们每天去上班这样更加的方便 这是我们推出的一个初衷 就是满足更多的需求 据了解,目前该票正推出早鸟体验活动 三种票的优惠价格分别为0.19元、1.99元和2.99元 每个票种各限量3万张 而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罗旭奇告诉记者 电子客票业务不仅顺应民众的需求 更是推进杭州公交智能化的重要一环 不仅是公共交通领域 公交的数据大脑 然后最主要的反过来还是更好的 为提升杭州公交的线网管理 客流的分析 做一些基础的保障工作 推进公交智能化的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